在一起这半年里 他说我最多的话 就是别替他做决定 可是明明是好心 却被当成多余 真不知道他到底要我怎么样 他总是背着我和一些男孩聊天 他说那些都是普通朋友 但是我怎么也过不了心里这一关 他和前女友视频聊天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想起我 我不明白我在他心里究竟是什么位置 总是为这些事吵架 我真是累了 今天来到这里 我希望我们俩能坦诚地好好聊一聊 给我一个你心底的答案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小昊21岁来自黑龙江学生 有请小昊 小燕21岁来自黑龙江学生 有请小燕 有请 欢迎老妹 开了几年了 出了半年了 就半年吗 但是我俩就是认识的时间比较久 然后就断断续续的那种 你们俩是一种什么样的恋爱模式 我们听听吧 你们俩认识多久 我俩认识两年多 就算好长了 行 今天为啥来 他总是就是为我做一些决定 他认为这个决定是对我有好的 但是我却不是就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我觉得就是为你好啊 就比如说那次我们两个一起去看医生 然后我陪他去看医生嘛 然后就买药 然后大夫给他开的药吧 他就剩维生素B没买 然后我就想那么多药都买了 然后插这个药的话 可能效果就不会那么好 然后我希望他快点好起来嘛 然后我俩到学校都已经是晚上了 然后我又跑出去帮他买的维生素B 然后给他送到宿舍楼下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吧 然后他游戏没打完 然后打完游戏才下来的 那你可以提前跟我说呀 然后我准备一下我就下来了呀 可是那你不也得打完游戏才下来吗 那我总不能坑队友吧 那你找你队友谈恋爱 然后他下来之后就 就跟我一通吵你知道吗 就是我等了那么久 然后还跟我一通吵 就是因为我买的那个维生素B 是保健品类的 不是药品类的 那主要是我确实是不太喜欢保健品 那你不至于跟我吵架吧 然后你还买 然后你买之前 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下呀 我也是好心 希望你快点好病啊 都快到关醒的时间 然后都没回去寝室 就是为了想给你买 要送过去 那就因为你大晚上出去买 然后我害得我只能 在我妈跟你待一宿 你是陪我还是陪游戏呀 那不是在我妈打了一宿游戏吗 那不说这个事 那就是你为啥就是 私自给我买火车票啊 那不是我们本来说好 放假一起去南京玩吗 我想本来都要买票的 然后我就想 就是帮他的也买了 然后就给他一个惊喜 谁知道他后来有事 我去不了了呀 我还挺难过的 你去不了了呀 那我去不了了 那你为啥非得找一个 男生跟你玩 不能找一个女生跟你玩啊 我没有什么女性朋友 你也知道啊 而且那时候 我已经跟你解释了 我就是怕你生气 特意提前跟你说的 然后就跟你说 当时好多同学都在一起聊 说放假去做什么 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规划的 然后恰好他也想出去玩 我也想出去玩 都是自己 然后都挺喜欢摄影的 就想着一起去拍照啊 我也跟你解释过了 就是怕你不开心啊 那你玩就玩 为啥回来你俩还得一起吃饭呢 玩出感情了呗 那是我在学校碰见他了 我都说了 你别等我 我有事 然后他在外面 等了我两三个小时 然后我就是挺过去的 让人家在外面 等了我那么久 然后我就想着 请人家吃个甜点吧 然后就弥补一下人家 然后结果就被他碰见了 那你那天晚上 你跟你室友说 你们几个人要去通宵 然后我特意给你买了早餐 完了还又给你买的水果 现在想让你早上吃 别饿着你 结果你就这样对我 我跟我室友通宵去了 我没跟他一直待着 而且你那个时候 笑着进来打针 我以为你没有生气 然后你回去 就把我微信给拉黑了 然后把我电话也拉黑了 我用室友电话 给你打电话 然后你也拉黑了 我怎么哄你啊 我怎么哄你都拉黑了 而且我觉得 总因为这样一件两件事 就养成了 就看我手机查党的希望 我觉得太过分 太不尊重我了 那我真是不查不知道 一查收获真多呀 那有啥收获呀 我觉得我温馨无愧啊 那你上次看医生 完了都能加一个 陌生的男生的微信 不是 那是我加他吗 我给大夫留电话号 然后他听愿了 然后他加了我微信 我回去以为是大夫呢 然后我就同意了呀 那你都知道 他不是大夫了 你还加 而且加完了 你还跟他聊天 他还夸你 说你真厉害 一口气的妈七颗牙 人家就这么说 就不很正常吗 男女人正常聊天呀 那还有一个人 他追你 然后又给你送花 不是 我拒绝了 我没有同意呀 那你要跟他说 你有男朋友的话 他能给你送花吗 那我真的拒绝了呀 可是 那上次你 就是跑步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人 还夹你 然后他又给你说 让你帮他投票 然后你就真就夹了 还帮他投票 对呀 那同学正常找我帮忙 然后我投票 我就不觉得这事 怎么了 然后天天都找你投 完了之后 你还去跟他打篮球 那喜欢篮球 你又不打篮球 你知道我喜欢 穿篮球服是哪个队的吗 是谁的吗 你不知道 因为你不喜欢啊 我也不会跟你聊 而且我跟他聊 这些时间 都是你不回我微信的时候啊 然后你也不理我的时候 你一天一天不理我呀 那我不理你的话 那不谈你太多吧 你忙 你没有时间陪我 你总找借口 那我就找别人陪我呗 那你不就是太多了吗 我多吗 我多乖呀 我不找你 不缠着你 我怎么多了呀 上次我给你送复习资料 然后我就玩一下你手机 然后玩着玩着就给你锁死了 然后你就生气了 然后我就说给你休也不行 然后你就在大街上 当着那么多人面吼我啊 你这样我 我多没面子呀 是我承认这件事 我当时是有点过分 后来我也挺后悔 但是我生气是因为 你单纯地把我手机锁死了生气吗 不是你又烦我手机吗 就是查岗 我觉得有什么好查的呀 而且你觉得你不理我 是真的因为我琢磨 还是因为你心里面 还有你前女友啊 那我心里有前女友的话 我还会跟你在一起吗 我也不知道啊 那那次我没去看电影 明明我很记得电影院不去 非得去那么远的 然后你说我会员卡 然后可以理解 然后我给你去呗 然后密码是你前女友的生日 一下子就可以输对 然后我的生日你就不记得 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那我记得 我记得是她的生日吗 我记得是会员卡的密码呀 我要是不知道 这密码我怎么用啊 真会找借口 而且后来我还把密码 改成你的生日了呀 是 那我不跟你计较 那你晚上给你前女友发 我想你了 就是咋回事啊 你不跟我发 你给她发 说我想你了 然后跟她视频聊天 聊一聊 然后还截图 我截图 我截图就是因为她 有点丑我才截的嘛 然后虽然说我们分手了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可以像普通朋友一样 我也说过 我说你真放不下她 回来找她呀 我没有说碰不下她 我一直也特别喜欢她 那你为什么要跟前女友说 我想你了呀 我就是觉得 我们两个单纯的朋友 我就是那样 就是像朋友之间跟她说的嘛 而且我还 就是跟我兄弟 我还说爱你呢 你咋不跟我说爱你呢 跟你兄弟说爱你 就是她有个朋友 是我们三个一起 都是好朋友那种 我们三个一起走的时候吧 就她俩一直在前面 就一直聊天 然后一直走得特别快 根本就不在乎 我能不能跟得上 然后我就觉得 这样特别不舒服 三个人一起嘛 有什么不能一起说的呀 有的时候 那我朋友告诉她 告诉我的事情 然后她都会忘记告诉我 导致就是他们俩说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样特别 我觉得咱们三个一起走的话 我觉得 咱们两个太匿名的话 我觉得会让那个朋友 很尴尬呀 那我还得左手牵着你 然后右手搂着他呗 我也没想跟你那么匿名 我只是觉得 三个人可以一起走啊 明明三个人都是好朋友 而且你这么会考虑 别人的感受 为什么不会考虑下我的感受 她有的时候都回头看看 我跟没跟得上 但是你却不会回头看看 我跟没跟上 我一直很考虑你的感受 但是我不能让她 感觉她太尴尬吧 她电灯泡 我觉得很尴尬呀 我觉得你一直在找借口 你不觉得吗 那我觉得 还有啊 你别觉得呀 你手机里面 不还有一个什么妹妹吗 然后天天聊天 她给她发一大堆消息 就不回害法 然后说什么 希望你可以成为 我考上大学的动力 为什么就可以成为 她考上大学的动力啊 没有啊 我认识她之前 比认识你早 我们两个就是 我只是寒暑假的时候 回到家 我才跟她一起 就是一起吃个饭啊 或者一起溜达溜达什么的 平常也没干什么呀 而且她跟我说话 我也不怎么理她呀 那我跟我朋友 也只是吃个饭呀 我觉得你 我觉得你这想法 特别幼稚人真的 就咱们两个现在 就是出对象 我觉得 我怎么不幼稚啊 总是因为一些 不明其妙的事吵架 主持人你知道吗 就上次就是她在那块买水壶 然后就因为水壶的事 我觉得这不是水壶的问题啊 那你说我有 我买的时候吧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也问她了 我说 我说你想不想 让我也有一个 然后她说行行 她那时候玩手机呢 然后随口就答应了 然后我就过去付钱去了 然后马上要排到我的 然后她就说 如果你背这个出去 我就不会跟你玩了 就是特别不开心的那种 跟我说 那我当然就不会买了 那你不想让我买 为什么不直接说呀 你不觉得挺过分的吗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挺不想让你买 但是你跟我一撒娇 然后我就让你买了嘛 但是到你付款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水壶是真的丑 她说我觉得 那时候就是玩手机 没有跟我离我 没有 我觉得你那个水壶 真的特别特别幼稚 你知道吗 我也没有你给我买 我不是让你 让我让我给你买 我觉得你背那个水壶 真的挺不好看的 然后特别不想让你买 然后所以我说我就 而且你那个时候 还没有付款啊 但是我排了那么久啊 真的我觉得 我觉得咱们两个初衷人家 我觉得她特别特别幼稚 然后我一直都在包容她 所以说我就 听明白了 所以其实你们分手最合适 对吧 但是如果要是 还有但是呢 分手了 没有什么但是吧 舍不得呀 舍不得什么呀 就是其实对我的时候 还是对我蛮好的呀 没听出来的对你好啊 当然生气说的都是不尊重 对不对 你觉得她尊重你吗 除了翻手机 行 她跟兄弟说我爱你 跟前女友说我想你 跟兄弟逛街的时候 可以把你扔到身后 这叫尊重吗 你喜欢的东西 她说丑 这叫尊重吗 特别不好的时候 然后就是她也挺照顾我 挺陪着我的 然后就感觉 她给我的感觉 就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那你来我们这儿 搅和什么乱呀 都代替不了了 就好好过去呗 但是你说这些问题 不解决的话 没问题呀 因为你这些问题 你都接受了呀 你像她也接受 不接受 但是就是 你不接受你分手啊 至少你没有讲到 她怎么对你好 尊重人吗 她尊重你吗 挺尊重的 尊重啊 给你买的票 跟别的男生去旅行 尊重啊 我们就说这个尺度和距离上 如果说好几个同学 大家一起去 这事还好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年代啊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 就从女生自己的角度来说 这件事情要慎重考虑 但是我觉得在你们讲述的 你们的恋爱过程当中 你们彼此之间缺少尊重 至于有多爱 怎么爱 可能老师们都看到了 老师们他们会给你们一些建议的 我就是听听 来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紫阳老师 知道什么是谈恋爱吗 谈恋爱是一种社会活动 是双方的交流与沟通 你们俩这是多方的交流与沟通啊 人推多啊 女方这面 有一个一起出去旅行的男生 还和这个男生一起吃甜品 有拔牙的时候加的微信的男生 有走路的时候加的微信的男生 还有以前认识的一些男生 你说姑娘我是说你天真的 还是说你随便 怎么可以在有固定的谈恋爱的人的时候 和其他的异性出去旅行 吃甜品 粉红色的味道 有没有 暧昧 还有男生 你这人也挺多呀 前女友 来你跟你一个好朋友说一句 我想你了 我听听 一起玩的妹妹是吧 寒暑假的时候一起玩的 自己说的嘛 所以你看 这么多的人围绕在你们各自的身边 怎么能够单纯的去谈一场 双方交流和沟通的爱情 爱情是私有的 爱情的空间里面只能容纳两个人 多一点的分心都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你们准备好了 说我要真正的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 请你屏蔽掉你周围的那些花花草草 当然作为21岁的你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如果你觉得这个女孩是我真心想要继续向前走的 那么就请珍惜 请尊重 请爱护 如果不是 那么就放手 不要随便 要承担 要真诚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周围老师 来 曲总 你其实相处这个半年啊 我不认为是真真正正意义上的谈恋爱 因为谈恋爱有一个基础 这个基础是什么 了解对方 你们互相了解吗 应该不太了解 男孩 他穿的那个球衣是哪个明星的呀 欧文的 对 但是当他问你 当你有没有试图更多的去了解 他这个爱好背后所有的这些事情 不是 你不愿意去了解 了解一个皮毛而已 你真正想了解的是什么 他到底跟哪些异性朋友在交往 真正想了解是 我要查稿 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了解 而是叫战友 控制 同样 女孩也不了解这个男生 他那个妹妹 他那个前女友 好像貌似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了 就是潜程而止 你告诉我 你怎么了 但好像并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 但你们还是继续相处下去 所以这种相处让我们看的是莫名其妙 所以没有真正的了解对方 却一直在猜疑是从占有对方的爱情 这种感情就不能称为纯的这种爱情 不知道到底是你们彼此是对方的过客 还是你们都是在交一个异性的朋友而已 就一种一场社交而已 所以说恋爱其实我们是要敬畏 爱情是值得尊重 如果你们不尊重爱情 你们就做不到尊重彼此 不尊重不了解就在一起的两个人 一定是会分开的 就这样 好 谢谢许总 沙大老师 其实从你所有的表情和语言能看得出来 你也没太当回事 所以呢 他也就没太当回事 就别什么离不开啊 什么的 那只是在满足你们自己对于爱情这个东西的幻想 而不是对于对方 我不知道任何一段感情当中 怎么能够说出 啊那你不联系我 你不理我的时候 我就找别人啊 你的意思就是三天换一男朋友 还是 反正就是得找一人陪你聊天是吗 就是找自己的事情做的 所以 这个男朋友和异性朋友和同学 你们之间对这个这些概念好像是模糊的 什么妹妹啊 哥哥啊 弟弟啊 姐姐这种 你们全是模糊的 所以这个爱情的专一性和唯一性 在你们两个人当中完全没有一定点体现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来错节目了 不应该来我们节目 我们节目是爱情保卫战 你们俩没有爱情 你们俩可能就是一玩伴或者同学 你们两个人先分清这些名词的关系 和概念 然后咱们再谈什么是爱情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附老师 你刚才忍不住要哭啊 就忍都忍不住啊 是因为左颜老师的那随便两个字吗 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呢 你刚才不是一直忍着要哭吗 我知道自己不随便 我为什么要因为随便哭啊 你觉得自己不随便是吧 对啊 那正常的交往啊 那别人都是让你帮忙 难道不帮我 那这样啊 我跟你这样说 我说三个词 第一 魅力 第二 可能性 第三 距离 就现在有一些人呢 他是怎么来 断定什么叫魅力 他认为周围有很多人喜欢我 关注我 渴望接近我 这是我的魅力 那么你跟那些人加微信 那些人找你加微信 陪你打篮球 他不陪别的女生 这算不算你的魅力 我不觉得算了 我只是就感觉 那人们就是他这么不珍惜我 好 如果你真的是这么认为 我为你点赞 但是有一些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包括他跟前女友 你说你有事没事找前女友干什么 无非是要展现自己的魅力 有人疼 有人爱 受欢迎 但是我告诉你 一个人在异性面前 真正的魅力 恰恰是他能够克制自己 保证彼此之间的距离 才能获得对方的尊重 很多人都说 在你有爱人的情况下 跟别的异性应该保持什么距离 好的人说是一碗泡面的距离 一根吸管的距离 其实你跟别的异性之间的距离 很简单 就是一个人的距离 就是自己的爱人的距离 就你始终跟异性接触 你都绕不过自己的男朋友 女朋友 绕不过自己的爱人 只要你心里总想着 有这么个人存在 很多事情你就会克制 为什么加微信加得那么随便 为什么他不陪我 我就可以让别人陪我 因为那个时候 你们的之间的距离 那个人不在了 所以你才会那么坦然 你扪心次问 同样的事情让他来做 你愿意吗 这是反反复复在这个台上 拷问的问题 说白了 你们就是太不珍惜感情了 但是我都会跟他说呀 跟他说久也不行了 更不行了 讲清楚就可以 没什么可以讲清楚的 你知道还有一个词叫什么 叫自觉 人要自觉 达成协议了 告知了 就可以吗 说明你没有多爱 所以陀老师才说 你不会谈恋爱 谈恋爱很简单一个 就是忠诚和保持距离 全心全意 你自己去好好琢磨琢磨 好吗 你们俩好自为之 好 谢谢陀老师 我听起来你很反感他 看你的手机对吧 那就说明微信这个东西 对你来说很重要 是你隐私的一部分对吗 那么这么隐私的东西 怎么好随便一个陌生人 就可以加入呢 他让我抱抱你 这就是我说的是拧吧 你觉得没问题 那是就没问题 你的尺度很高吗 没有 就是我比较信任他 信任他为什么要看呢 信任他为什么要质问他呢 你真的在乎他怎么 算了 不说了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 其实就是当一段情感 或者当一种关系 回归到理性的时候 大家乐见其成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一个结果 而且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真的挺聪明 就是你点醒了他 他明白了 他就不再那么固执地坚持 所以人家说这个 生活里面你需要执着 但是同时聪明的人 是懂得放弃 执着和放弃之间的平衡 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 所以在情感上面 有时候来点这种智慧 还是挺能帮助的 这也是我想我们这节目 九年走过来 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小小的逆触吧 来